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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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ck Sir 今天會跟大家講的課題是 運動的數學基礎 第二集 上一集我們講到 位而S是可以隨著時間 T不停地改變的 然後我就加了一個助腳 說S是T的銜數 當聽到銜數這個名字 那時候我不知道你會想起什麼 通常數學老師介紹完一個新的銜數 他下一樣會講什麼呢 答案就是線圖 沒錯 這一集的主角就是 運動線圖 我們會一起來看看三種密切相關的運動線圖 它們分別就是 位而時間關係線圖 速度時間關係線圖 和加速度時間關係線圖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 位而時間關係線圖 在學校的物理實驗室裡面 有一個很神奇的法寶 叫做運動感應器 它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你首先要把運動感應器 駁到數據紀錄器那裡 然後再把數據紀錄器駁到電腦 整好器材之後 如果你把手放在運動感應器的前面 那電腦就會顯示你的手和運動感應器之間的距離 如果我畫一條直線 將原點定在運動感應器的位置 並且指定這個方向是正的話 那電腦正在顯示的就是你的手的位而 你可能會覺得 除去沒什麼特別 搞這麼大的東西 不如拿把尺來量度不就更好 這個裝置最大的好處就是 當你的手動的時候 電腦上顯示的位而會即時更新 並且它會記錄你的手 在過往不同時間點裡位而位的數值 你看看電腦畫出來的這幅圖 就可以知道你的手的位而 如何隨著時間改變 例如從這幅圖我們可以看到 在頭兩秒 手的位而是保持在0.5米 從第二秒開始就慢慢增加到0.73米 之後又跌回到0.27米 最後就變回到0.5米 電腦畫出來的這幅圖 就叫做你的手的位而時間關係線圖 或者簡稱ST線圖 這幅圖可以告訴我們 很多關於這個運動的資料 例如我們從線圖裡 就可以找到你的手的平均速度 手在2秒到2.5秒之間 這段時間的平均速度是多少呢? 平均速度的計算方法 是V bar等於Delta S除以Delta T Delta S是位移的變化 即是這一段 0.7-0.5等於0.2米 Delta T是時間的間隔 即是這一段 2.5-2等於0.5秒 所以平均速度V bar就是0.2-0.5 即是0.4 ms-1次了 不知道你看到這兩條橙色線 會不會聯想到什麼呢? 我就會聯想到一個叫做 邪率的數學概念了 如果我在這兩點中間畫一條直線 那麼這條直線的邪率 就是等於Delta S除以Delta T 正正就是我們剛剛計算出來的平均速度了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在ST線圖裡面隨便選兩點 並且畫一條直線將這兩點連起來 那麼這條直線的邪率 就是等於這兩個時間點之間的平均速度 例如我們選這兩點畫一條直線的話 直線的邪率就會告訴我 你的手從一開始到2.5秒的平均速度 是0.08 ms-1次 這件事就給我們一個新的角度去看速度這件事了 原來速度是可以由ST線圖的邪率反映出來的 那麼我們就可以定義另一種更有用的速度了 如果我把其中一點的位置固定 然後把另一點搬得越來越近的話 連接這兩點的直線就會越來越接近你現在看到的這一條線 這條線我們給它一個名叫做切線 而切線的邪率我們又給它一個名叫做順時速度 有些人說順時速度就是物體在某個特定時刻的速度 嚴格來說這個就不是最準確的描述 不過都算是九成半準 那我們現在就當著是先不去深究細節 知道了什麼是順時速度呢? 我們就可以講一下速度、時間、關係線圖了 首先我們要先有一幅ST線圖 接著我在電腦上按幾顆按鈕 叫它幫我計算這裡每一點的順時速度 那我就可以畫一幅新的線圖出來 叫做速度、時間、關係線圖 簡稱BT線圖 留意這裡的速度是說順時速度 就不是說平均速度 基本上由現在開始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都不會再需要用平均速度 不過當然如果有人叫你計算平均速度 你要懂得計算 但是在我們拋棄平均速度這個概念之前 我想用它來解釋一個VT線圖的特性 是關於面積的 平均速度的定義 是V bar等於delta x 除以delta t 我們剛剛看到 如果把這條式放在ST線圖裡的話 V bar就是兩點之間直線的斜率 delta x 是由第一點到第二點的垂直變化 delta t 就是由第一點到第二點的水平變化 那如果我把這條式放在VT線圖裡 看起來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首先我們來想一下 V bar看起來應該是什麼樣子 V bar是平均速度 它就等於某段時間裡面很多個順時速度的平均值 這個平均值網絡就應該是這樣 然後我們又想一下 delta t 網絡會是什麼樣子呢? delta t 是時間間隔 即是這個打橫的長度 最後我們就想一下 delta x 網絡是什麼樣子 既然V bar等於delta x 除以delta t 那即是delta x 就等於V bar乘以delta t 所以delta x 就是這個長方形的面積了 然後我想你近一點看看這個長方形上面的部分 你會不會覺得這一段的面積和這一段的面積好像看起來一樣呢? 事實上牛敦那個時期就有幾個數學家證明了他們是真的一樣的 所以我們是可以把長方形這一塊撕出來貼到這裡 這樣呢?我們就可以得到以下這個結論 Vt 線圖這條線下面的面積就是等於delta x 了 哇! 我們來總結一下剛剛說的東西 St 線圖和Vt 線圖之間有兩個很重要的關係 第一,在St 線圖上面畫一條切線 切線的斜率就是V 第二,在Vt 線圖下面畫一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的面積就是delta x 這兩個關係是所有線圖分析的基礎來的 請你一定要記得 為了幫助你熟習這兩個關係 在你繼續看下去之前 我鼓勵你拿出你的手機、平板或者PC 打開一個互動程式 這個互動程式是我特意為了這一集而做出來的 連結可以在這條片下面的影片資訊裡找到 你一按下去就可以立刻用到的了 打開了這個程式之後做些什麼呢? 我想你試下亂按下下面灰色這個位的按鍵 沒錯,是亂按試下按下 如果你可以明白這裡每一顆按鍵按完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的話 其實代表你已經明白了這一集的全部內容 後面那些可以不用看了 你可以現在暫停這條片然後按進去玩一下 不過當然啦,為了完整起見 我也是會繼續說下去的 然後我就會說一下 加速度、時間、關係、線圖是什麼 上一集我們說到 平均加速度的定義是 Abar 等於delta V 除以delta T 也就是等於 V2 減 V1 除以delta T 那時候你可能會有一點疑惑 究竟 V2 和 V1 是什麼呢?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偷步用了順時速度這個概念 現在我們有了 Vt 線圖就可以更具體展示加速度了 舉個例來說 我們可以試一下計下你的手在2.5秒到3秒之間的平均加速度 從 Vt 線圖可以見到 速度的變化 delta V 是-1.35 ms 負一次 時間間隔 delta T 是0.5秒 這樣就可以計到平均加速度 Abar 等於-1.35 除以0.5 等於-2.70 ms 負二次 按照和剛剛相同的思路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在這兩點之間畫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的邪率就是 Abar 接著我們又將其中一點固定 然後將另一點搬得越來越接近 這樣就可以得到一條切線 並且定義這條切線的邪率做 順時加速度 同樣有了順時加速度之後 基本上我們都不會再需要用平均加速度 現在我又在電腦上按幾顆按鈕 叫它幫我計算線圖上每一點的順時加速度 就可以得到這一幅加速度時間關係線圖 簡稱AT線圖 我相信你現在暫時還未看得出這個順時加速度有什麼用 但相信我 去到第三課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它有什麼用 AT線圖和VT線圖之間同樣都有兩個很重要的關係 第一 如果在VT線圖上面畫一條切線 那這條切線的邪率就是 A 第二 如果在AT線圖下面畫一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的面積就是 Delta V 我又鼓勵一下你 用回剛剛介紹的那個互動程式 消化一下這兩個線圖之間的關係 好啦 那今天又說了很多東西了 在我結束這條影片之前 我們又來看看一條例題 鞏固一下剛剛學到的東西 跟以往一樣 例題是有中英文版的PDF可以下載 連結放在影片資訊那裡 有需要就自己去下載 這條影片就只有一題例題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 小傑開動玩具車 他變原直線運動 以下顯示玩具車的速度時間關係線圖 然後呢 題目就給了一幅VT線圖我們看了 那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A1 計算玩具車從T等於0到T等於4秒的位移變化 回想一下我們剛剛說的東西 VT線圖跟位移變化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 VT圖線下面的面積就是等於位移的變化了 所以我們要做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找出VT圖線下面從T等於0到T等於4的面積 這個區域是一個三角形 也就是計算面積的方法是底乘高除以2 底是多少呢?是4 高是多少呢?是3 那我們就可以計到答案了 衛移的變化 等於VT圖線下面的面積 也就是4乘3除以2 計算出來就是6米 那就搞定了A1 然後來看看A2了 計算玩具車從T等於4秒到T等於8秒的衛移變化 問些東西就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今次的範圍是由T等於4秒到T等於8秒 留意在這段時間 B是負數來的 在這個情況 計算出來的面積都應該是負數的 這個三角形的底同樣是4 高同樣是3 所以計算出來的面積是-4乘3除以2 那就寫了 衛移的變化等於VT圖線下面的面積 也就是-4乘3除以2 計算出來就是-6米 現在我們停一停想一想 做完剛剛那兩部分之後 我們知道了些什麼呢? A1就告訴我們 由0秒到4秒 衛移的變化是-6米 而A2就告訴我們 由4秒到8秒 衛移的變化是-6米 所以 由一開始去到8秒 衛移的變化就是0 換言之 玩具車在8秒之後 是回到起點那裡 這個就是我們做完剛剛那兩部分之後 知道了的事情 那我們就繼續去看看A3 是以文字描述 玩具車的運動 嘩這裡好多事情發生 你想我描述什麼給你聽呢? 細細說個秘密給你知 是關於數學家的心事 如果一個數學家看到某個數值 如何隨著時間變化的話 他通常會對兩件事有興趣的 第一 這個數值去到最大 或者最小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呢? 第二 這個數值等於0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呢? 所以呢 問這個問題的人 我們可以猜 他應該是想知道畫面上面這五個時間點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們就逐個時間點看看吧 首先 在T等於0的時候 玩具車的速度是0 也就是說他剛剛開始的時候是不動的 之後他的速度就逐漸增加 到了T等於2的時候 速度就去到最大了 過了這一點之後 玩具車的速度就開始下降 去到T等於4的時候就變成0 過了T等於4之後就變成負數 我們可以看到 速度是在T等於4這一點由正變成負的 也就是說 玩具車的移動方向是在這一點反轉了 接著 玩具車向反方向移動得越來越快 並且在T等於6的時候到達最高速 過了T等於6之後就慢慢減速去到0 最後到了T等於8的時候 玩具車就停了在起點 這個就是玩具車由頭到尾的運動 那我們就試試寫下它了 玩具車由靜止開始加速 在T等於2秒的時候到達最高速 並且開始減速 在T等於4秒的時候到達最大的位移 並且倒轉運動的方向 接著在T等於6秒的時候 再次到達最高速並且開始減速 最後就在T等於8秒的時候 回到起點並且停止運動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Part A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Part B B1 計算玩具車從T等於0到T等於3秒的平均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這件事我們上一集已經講過了 它的計算方法是Abar等於V2-V1除以ΔT 我們只需要在線圖裡找到V1和V2就可以了 從線圖裡我們可以看到 新的速度V2是1.5 舊的速度V1是0 而ΔT就是3 這樣我們就可以計算到Abar 好 平均加速度等於V2-V1除以ΔT 即是1.5-0除以3 計算出來就是0.5個MS-2次 搞定非常簡單 最後我們看看B2 計算玩具車在T等於3秒的順時加速度 要找出順時加速度 就要找到切線的斜率 切線就是這一條 它的斜率是多少呢 回想一下你想數學堂的時候學過的東西 計算斜率的方法 其中一個就是在直線上選兩點 然後計算V2-V1除以T2-T1 我選了這兩點 T1是2 B1是3 T2是6 B2是-3 所以切線的斜率就是-3-3除以6-2 那我們就可以寫 順時加速度等於切線的斜率 即是-3-3除以6-2 計算出來就是-1.5個MS-2次 搞定 好了 那第二集就到這裡了 這一集是關於分析運動線圖的技巧 當你掌握了如何分析這些線圖 基本上就是掌握了如何分析直線上的運動 下一集我們就可以離開直線 進入一個更廣闊的空間 討論平面上的運動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 拜拜 阿蘇阿sir 你呢 我想問呢 你剛剛說順時速度的時候 不是用電腦來計的嗎 哦是呀 你呢 我想問呢 那如果沒有電腦的話 有沒有辦法計到順時速度呢 嗯 這個問題就問得真的好 先問你 你數學科有沒有選擇M1或者M2呢 蛤 呃 我有選擇M2咯 有選擇就好了 在M1和M2呢 都有一整個單元叫做微積分來討論這個問題的 學完那個單元之後呢 你就會懂得計算時速度的了 蛤 不知道等多久才能教到那裡啊 嗯 如果你等不及上數學課講的話 我也可以介紹一個YouTube台給你看一下的 有一個叫做三藍一啡的台呢 我覺得他講數學講解得非常之好 裡面也有一個微積分的系列 那我也強烈推薦你去看看吧 早點學會微積分呢 對你學習物理也很有好處的 嘩 那我先回去看看 好啊 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啦 SIR 好 那我們就下一課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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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